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阿 那麼今天這一集我們最主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樣去討伐這個哥貢阿貢 你看他非常的貪婪喔 好那麼打阿貢有一個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要配上我們的克雷爾 那這一隻英雄相當的重要 因為待會阿貢他打到一定的血量 就會到旁邊課這個洪水晶 然後就會拿到兩個相當強大的一個BUFF 如果你沒有把那個BUFF消掉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的難打 那麼此時這個克雷爾呢 就可以去把他這個BUFF直接給消掉 那個阿貝阿如果我沒有克雷爾怎麼辦 克雷爾的話你找一下 他就是一張綠卡 所以基本上應該每個人都有啦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阿貢的血量來到了84% 好像差不多到80% 70幾%那時候才會去吃這個BUFF吧 喔喔喔喔喔喔 哇這尻下去有點痛欸 撐住撐住 我們直接單獨移動好了 那這個憤怒一擊最好要閃一下 因為他這招就是打最痛的吧 好我們現在呢直接放一個大絕 把整體的這個血量都給他拿起來 那麼各位觀眾應該有看到這個雙奶媽 真的是打起來非常非常的輕鬆 最主要是他沒有限制說 欸你在多少時間內一定要把這個BOSS幹掉 OKOK 阿貢去吃了 他吃起來就會看到有這個藍色的 欸馬上呢就被我們這個弓箭手直接給他消掉了 被我們這個克雷爾把他的BUFF給消掉了 那麼這一隻綠弓非常非常的OP 那我們在下一集的影片呢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今天阿貝還有上傳一個 欸就是有人問說這個藍色自選卡要選什麼啊 那阿貝呢就有去分析一下 比較推薦是選哪幾隻 那有哪幾隻這個藍色的英雄特別的好用 那還沒有看過的這個觀眾朋友們記得要去看一下 好那這個阿貢他的BUFF被消掉之後 就算他想要貪婪應該也是沒有什麼辦法了啦 喔他最多就這個樣子 他最強就是把那個BUFF拿起來的時候是最強的 那麼如果你的隊伍當中有配一個坦的話 就可以像阿貝這個樣子 就是讓賽因呢去承受BOSS的攻擊 然後面向不要面向你這個整個隊伍啦 然後就可以讓你這個 其他的遠距離的打手呢在背後做一個輸出 就可以 欸減少非常非常多所需要承受的這個傷害 那你們剛剛看到這個阿貢呢又跑去吃了紅寶石 沒過多久他的BUFF又沒有了 那他BUFF的部分呢就是藍藍的 藍藍的就是這個BOSS的BUFF喔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影片呢就到這邊 那之後呢還會再陸陸續續的分享一些攻略影片喔 那記得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收到阿貝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掰 那麼… 那一下 我們想要解決這件事 那個油門是8個手 搭訪的 那是… 你真是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